讚喔 剛剛那一段都沒有錄 但我氣而不捨 I will go 我在唱什麼 蔡劉亞新歌 我剛已經解釋過了 感覺完全不一樣 大家完全聽不出來 不一樣不一樣 我們就只能做一次性的東西 I will go 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幹嘛啦 我開放各位 現在先按暫停 你去聽蔡劉亞的新歌出走 I will go I'll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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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有多難唱 你就知道這首歌聽完 你會整個感覺加很多分 好的 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 我是馬克 我是瑪莉 我們會在每個星期四的 早上十一點鐘的時候呢 跟著所有上班可以聽的會員朋友們 還有想要加入這個頻道的一起首播 那我們的節目內容呢 就是由所有的聽眾朋友們寫信 實體的信 手寫的信 寄給我們 可以把你的人生故事 你最近在煩惱的事情 你的問題 還有呢 你遇到的人事物 有趣的難過的 各種情緒的 記錄下來 用言簡易改的方式 用一張紙的方式 去除掉那些廢話的方式 寄給我們 然後這裡就會像是一個 時空膠囊 時光保存機 把你經歷到的這些事情跟情緒 給存在這個數位世界當中 也歡迎你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上班可以聽馬克信箱加入我們的會員 今天呢 在回第一封信之前 我想要做一個刻意練習 刻意 對 就是今天的這一集呢 所有的事情 我全部都要說 YES AND 就是不管是 YES AND 對 就是不管是信上念叨的 或是你給我的回覆 我全部都要說對 而且要從這個對之後發展下去 不能是YES BUT 是YES AND 為什麼要做這個練習 就是一個即興練習啊 喔 今天的第一封信呢 他直接就說 希望有瑪莉幫我念信 這個難忘回憶 交換 Thank you 馬克瑪莉 我想分享一段在我生命中 刻在你心底的 怎麼那麼難 我是一名同志 奇怪耶 就是那個機智醫生啊 宋和他在唱走音 什麼耶 他真的很厲害耶 就是走音跟真的唱都可以唱得那麼好 怎麼那麼強 不是啊 欸我說的不是 我們馬上破功 馬上破功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走音會唱得好 是因為他是會的裝不會 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那個走音是他編排過的走音 不是一個即興的亂唱 是即興的亂唱 可是他因為他已經先想到了正確的音怎麼唱 他故意把它唱偏 喔 像個等筆的跑走這樣子嗎 要怎麼樣偏就是看你自己的設計啊 你可以用等筆的跑走 你可以去做半音 你可以故意把它唱高 可以故意把它唱低 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做 你把它想成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今天你會講中文對不對 那你可不可以學結巴 結巴 結巴 你做得到啊 那今天你不會講法文對不對 Messy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簡單 當你會一個東西 你要把它做成你不會的樣子 是沒問題的 那當你本來就不會 你沒有辦法做出你會的 喔 不能逆向 對啊 沒有辦法逆向的啊 最近呢在YouTube上面看到了一個新的頻道 叫做Language Lord 他呢說因為疫情的關係被關在家裡面很無聊 他要失業 所以他決定呢 去把他高中曾經學過的第二外語 就是法文把它重新學好 他用一個非常激進的方式 他每天花八個小時去練習法文 然後分成不一樣的段落 去做聽說讀寫的練習 那他是一個好像26歲 然後在亞特蘭大吧 是一個美國人一個黑人 一開始呢我就看他這部影片 就哇太強了吧 然後呢可能花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那法文就變得很流利了這樣子 那這支影片公布了之後呢 他要開始公布他之前的 因為他的練習方法是 他會一直拍他講這個語言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第一天 會 呃 不 呃 然後之後慢慢慢慢就要厲害一點 厲害一點厲害一點 到三四天以後他學會這樣子 一開始看到這個頻道呢 會覺得哇這太激勵人性了 因為其實我也很想要學很多語言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家裡面布景 後面會貼一些那個 你知道看太多成功學跟激勵學的東西 那種勵志的小語 比如說可能我想要賺到一百萬啊 或是我想要什麼什麼之類的那種 很明顯就是看了很多 有錢跟你想的不一樣 或是那種什麼吸引力法則的東西 秘密這種東西 我在昨天還前天的時候 我看到他上傳了新的影片 因為他已經學完了法文了嘛 嗯 他新學的影片是西班牙文 嗯 一樣他就說看我在33天以內 怎麼樣就是 學 學會西班牙文 但是那一支影片 我就只看前面可能三四十秒 或是一分鐘不到 嗯 我就關掉了 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對於一個你本來就會的東西 你要裝不會 這是OK的事情 嗯 學西班牙文這支影片呢也是 從一開始呢 他用同樣的系統 然後呢 會錄自己的東西 可是他一開始在錄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就是一個會的人 在演不擅長 對 的那種感覺 嗯 那為什麼在做法文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這種感覺 是因為 我是個完全不會法文的人 嗯 可是當他開始在講西文的時候 我是個有學過西文的人 我就會覺得 嗯 嗯不是這個樣子 嗯 對啊 所以他也是 他原本會西班牙文他有講嗎 沒有啊 他只是這個模式 在做了一個語言這樣子 對啊 對啊 所以當我在看他第二次 在做西班牙文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哦 他應該就是很認真的 要做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這是他的人設 所以一開始呢 他做了法文 然後接下來他要做西班牙文 接下來他應該會繼續去挑戰一些 其他不同的語言 然後應該就是 可能每一個月 每兩個月 然後他就用這種很 很密集 很 壓縮的方式 對對對 去把一個語言學好 那當然如果未來 如果他真的就是 我每一隻這樣學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強的一件事情啊 可以密切的關注他啦 Language Lord 我是一名同志 在高一的時候跟他同班 讓我們叫他 麥當勞吧 麥當勞在高中是個風雲人物 會打籃球 會鋼琴 會自彈自唱 很多女生都喜歡他 而我只是個成績中上低調的男孩 跟麥當勞相比 我們沒什麼共同的交集 唯一的交集是放學回家的路上 會搭同一台公車 也因為這樣我們慢慢開始變熟 我們會等對方收拾好書包 一起走去公車站 一起去吃小東西 填飽肚子餓 聊生活屁事 漸漸的 我發現我喜歡上麥當勞了 可是因為他是直男 我一直沒有把這份喜歡告訴他 而是默默選擇陪在他旁邊 當然像他這麼優質的男生 身邊也是不缺女友的啦 一直到上大學出社會 我們都還有聯絡 神奇的是 麥當勞藏在我心情不太好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的壞心情就會 一哄而散 2017年的時候 麥當勞跟我說他要結婚了 要我們務必把日子空下來 參加他的婚禮 為什麼是用我們啊 高中同學們吧 其實喜帖可以寄到我家就好啦 可是麥當勞說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要堅持親手拿給你 所以他找了一天他工作的空檔 在我下班後到我的租屋處附近 一起吃晚餐 其實要結婚的時候 真的是手送喜帖是比較有誠意的 你才可以確保人家會來出席 人家會來出席 這個不是要先寫表單 再寄席帖嗎 對啊 是啊 但有些人是我真的很希望你出席 但我很害怕 就是你會故意的不看表單 會故意的不填表單 所以我就是要 親自的把這個東西送給你 頂著你 對 紅包給我來喔 對我來說 這頓飯有某種程度上的意義 好像是自己對高中時 親色的單戀道別 吃飯的時候還是一如往常 打屁聊天分享近況 最後送甜點的時候 麥當勞突然問我 欸 要不要吃我下面 不是啊 你是不是喜歡男生啊 我就 然後眼神看向旁邊 麥當勞又問 你是不是喜歡過我 嗯 我吃了幾秒 點頭說 喔 那個喔 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發音欸 喔 嗯 嗯 反正他說他內心波濤中有 好好好 結束晚餐回租屋處的路上 不是 那新郎問了這個以後要幹嘛 我又不是 喔 你這樣練習 你這個練習對講說好高難度欸 很難欸 我跟麥當勞聊了很多 為他做那麼多白癡的事情 比如說 騙我媽說要去補習班 其實是去麥當勞他家 叫麥當勞數學 嗯 然後啊 把麥當勞照片洗出來珍藏啊 兩個人在稻田旁邊淋雨騎腳踏車的故事啊 還以為在演追風少年等等 道鄉道鄉 還記得 我們這 欸 他去他同學家教他數學 其實說不定比補習還有用欸 嗯 東大阿布寬有說這很棒 是 嗯 教學相長 對對就是彼此 你會覺得說我同學也辦得到 那其實我也可以 可以互相 因為其實你可以把東西交給別人 才代表你真的學會啦 嗯 整理過我以前都沒有這樣 我們在我租屋處聊天一陣子之後 麥當勞說欸 我要回去趕工作囉 於是我站起來要送他出去 他雙手打開 緊緊的抱住我 我多希望時間就可以靜止在那一刻 麥當勞問我說 你在想什麼 我說 好像美夢成真一樣 美夢成真 然後我們都笑了 哈哈哈哈 麥當勞說 謝謝你曾經那麼喜歡我 你一定可以遇到比我更好更優秀的人 哇 起雞皮疙瘩欸 麥當勞回家之後 我打電話給高中閨蜜說這件事情 閨蜜說 很棒欸 她問你的青春畫下了句點 聽到她這樣講我的眼淚飆出來 就掛掉電話 對 我們都長大了 天啊 在各自的人生旅途繼續走著 再見了我的青春 三天後我參加了麥當勞的婚禮 她笑得很開心 祝福她 可以永遠幸福 謝謝馬克信箱把我的回憶封存在 YouTube時空膠囊裡面 奉上香油錢 一百元 馬克馬力 你們也是永遠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來自於三十二歲 還是不想被叫叔叔的 Misso 哇 雞皮疙瘩 去不掉欸 哇 一直起來欸 狂起欸 起! 起! Oh my god 我是魚吃魚 我必須說 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是真的 馬克信箱在我的生活裡不可或缺 我就夢到馬克馬力了 我記得在一間舊公寓 上樓看到一個女生坐在椅子上 前面有麥克風 右手邊有一個箱子 裡面放著很多信 同時還有男人從另外一個房間走出來 背著一個後背包戴著眼鏡 女人就叫那個男人 馬克! 那個男人好像要下樓 我就說我也要下樓 我就和那個男人一起下樓 在舊公寓的對面有一個高中 外面全部都是野狗 我跟男人並肩走著 我一直回頭 一隻狗跟著我 另一隻跟著男人 突然他們一起咬了我跟男人的屁股 男人的臉很猙獰 就這樣我就笑著醒來 蛤? 其實男人長得不像馬克 就是一個很窄的臉 我也沒有看清楚女人的臉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你們 這是我第一次的夢 其實我最近的興趣是解夢 來免費的喔 但是大家之後不要來信來解夢 因為解夢這件事情是需要 就算你來信解夢 也是一年半之後才會解這個夢 對 而且馬克信箱不適合解夢 因為解夢是一個需要 你可以把它想成算命好了 如果你們有算過命的話 就是他需要問事的人 跟算命師 兩個人的互動 就是解夢的人跟解夢師的互動 我必須要知道 我看到這夢裡面幾個角色 我可能有一些猜測 那我提出這些猜測之後 你自己也就是做夢的人 夢主 你自己的心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不是欸 欸這個好像有可能喔 或那種跟一點就通的那種感覺 就是在解夢的時候要追求這個感覺 所以是需要互動的 需要一直問一直問的 那我就先別解吧 第二次 是昨天晚上夢到的 我在一個很大的房子 穿著很浮誇的衣服 手上拿著一個信封 打開看見我的名字 往下看 心想 我有看錯嗎 是馬克回信給我 結束 好我知道有點無聊 還算是懂得馬上結束 我昨天呢也夢到了馬克信箱裡面的一個角色 一位聽眾啦 這是目錄君 是一個很美好的夢 你們在幹嘛 你在他做目錄的時候你在對他幹嘛 不是在做目錄的時候 他還有第二封信 我真的很討厭我的班倒 他真的很奇怪 一下說要考大卷 一下說要考講義 我真的不懂他在想什麼 還有我們班的秩序很不好 身為幹部的我 想要同學安靜啊 不要吵 不要吵 他們就不聽 不要吵 說幾次都一樣 不要吵 愛情 到頭來被罵的都是幹部 愛情 老師自己說什麼不想扮黑臉 叫你們愛情 那為什麼我們要當黑臉啊 不要吵了 再來我就覺得很扯啊 他一直叫我跟其他女生不要在走廊上聚集 說很多事情就是聚集而發生的 什麼事情會是因為聚集而發生的呢 傳染感冒 全聚嘛 飛沐傳染 疫情期間 因為聚集而發生的 噪音 聚集在一起就吵 真的 那些居酒屋 晚上喝完酒 吵 吵 我被叫車 煩死 那是什麼 喪失居酒屋 煩死 真的煩死 他們真的就這樣煩 然後有時候呢 就在那邊突來突去吵來吵去 就會打架 我看 不會 我為什麼不要回去啊 你跟誰啊 他們真的就會吵架打架 然後警察就來了 所以老師說的 蠻有道理的 好不要聚集 不要聚集 那我就跟他說啊 我們就單純聊天 覺得我們會幹什麼大事啊 吵啊 最後明明其他班的異性朋友 只是來教我們聊天 為什麼不行 以為我們會聊出感情嗎 並不會 他長那麼醜 我才不喜歡 OK 好過分喔 馬克馬力覺得呢 我要跟導師相處兩年 想到又覺得好累 謝謝你們念完這封抱怨信 我們念的時候呢 你跟班導應該只剩下一年的相處時間了啦 希望呢這個可以繼續的撐下去啊 于馳瑜 H說第一次寫信給你們 我最近才發現 蛤 有Podcast這種東西喔 嘿嘿嘿 我不經意看到你們的封面 點進去之後 整個愛相 謝謝啦 之後每次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會點開來聽 讚啦 最近呢我在準備重考會考 2019年我下定決心要修調 已經讀了半年的高一 一方面覺得 光三年都在讀書 不是我想要的耶 呵呵呵 所以他要什麼 他要考高職嗎 他沒錯啊 另一方面又覺得去年也沒有考得很好 我想為了自己的未來再努力一次 不想要可能一步踏錯了 之後好像步步都錯 可是距離考試剩兩個月 我發覺如果沒有再更努力 很有可能 我會再回到同一所高中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冒險嗎 但是在復學就好 不是嗎 應該都是保留學級 我再重新念高二就好 我復學跟我重新考進去有什麼差別 沒差吧 有差啊 我重新考進去 我要從高一開始念 那我復學我是多一個機會耶 你說我高一半年沒念我還是可以念高二嗎 怎麼可能 喔 不管怎樣結局就是回到原點啊 好難過喔 如果是馬克馬力遇到不想再讓自己後悔的事情 會用什麼心態來面對呢 這個問題非常不適合我 適合馬力但不適合我 不想再讓自己後悔的事情 會用什麼心態來面對 不想再讓自己後悔的事情 馬力就會拼盡全力啊 拼盡全力準備啊 就是做到自己的極限啊 對對對 對啊 對不對 這封信是一邊看 三週年追思線上直播一邊寫的信 我要來分享 最近讓我紓壓的興趣 第一 BL泰劇 好可怕喔 誒沉迷的人會非常非常沉迷 狂追 為什麼一定是泰劇呢 除了劇情很灑狗血之外 就是有敘事的情節開放性 簡單來說內容多元又浪漫啦 第二件讓我紓壓的是 健身 因為自己有僵直性脊椎炎 向宇宙下了戰體 希望除了自己可以有好身材之外 也可以讓自己身體有良好的支撐 再來第三件事是佛牌 太風佛牌 就是華人世界中像是保平安的玉佩啦 誒其實你感覺起來蠻受到泰國文化影響的 就三件事裡面當中就有兩件跟就是泰國有關係 這個佛牌喔分為正牌跟鷹牌 自己當然是蒐集正牌囉 實質上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在工作上 生活中可以更順利 我是台中的SHOW SHOU SHOW 青年交萬歲 你們好 I'm the mouse 我很好奇 瑪莉 第七週你說買東西到底是買什麼 有夠貴的 第七週 什麼第七週 你說21第七週 他只有寫7W 還是197W 還是187W 187W 有夠貴的 最近我買最貴的包包啊 貝貝瑞的包包 是我最近買過最貴的啊 2018年耶 你要想三年前的第七週耶 我酒還有買很貴的嗎 想不起來耶 我今天是來跟維靠北告白的 我從幾年前開始Follow小肥 還記得小肥 剛出第一本書的時候 我還是個國中生 450元度來說是大數字 更何況還要轉帳 怎麼可能辦得到 我還求媽媽 媽媽你幫我轉帳好不好 然後我還衝去7Wii轉帳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轉帳體驗 記得半夜看到小肥在Instagram上面 誤發了一篇文 因為當時小肥喝醉了 沒有太多人看到那個文竿照片 他很快就刪掉了 哇我一看我被會有 欸這好像很不符合他的人設對不對 但是他沒有說那篇文章是什麼耶 他只覺得我很特別 我看到了 雖然自己的問題 從來沒有被甄選上story過 但從一開始Follow他 到現在有一種跟小肥一起長大的感覺 而且意外發現小肥跟我念同高中 瑪莉到底買了什麼 瑪莉真的想不起來 信拿來我拍拍 你說要指出人家喝醉發文 不是啊看這一封信 然後拍給我一靠背 看能不能因為這封信 而登上他的story 所以竟然常說 到底那些藝人是怎麼手滑 上傳照片的 其實真的是有可能 也許是幾分醉意 按了就發出去了這樣子 Dear馬克瑪莉我是高雄的13號 很幸運 我的第一封信 和在宜蘭機的明信片 都已經在星期一的十分鐘被念到了 本來呢我以為我短時間不會再寫信了 因為我的人生很頻繁啊 沒有什麼值得你們精口念的故事啦 但沒想到上星期竟然出現了一件 我覺得可以寫的事了 在今年過完年後 我的店裡有一個職缺 遲遲沒有補齊 我們總公司的HR 是一個很兩光的部門 補個人要補大半年啊 這幾個月有用過幾個人 都沒待幾天就不做了 在七月初的這一天 我休假兩天回來了 我的代理人告訴我 有新人來報到 代理人教他的感想是 店長 這個人 可以用喔 他感覺挺聰明的 我聽了很開心啊 缺了半年的人終於補齊了 我就打開電腦 收了HRG的信 我先看到的是他的學歷欄 他跟我同個大學同學系的學妹 哇喔 我有點驚訝 覺得好有緣啊 當我的驚嘆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我就迎來了我店長人生 到目前為止最Drama的一刻 這個小女孩的緊急聯絡人欄位 寫著 我爸爸 我前男友的名字 哇喔 他的緊急聯絡人是我前男友 這簡直就是標題出現了 我表姐妹啊 是我表姐妹 同學校同學系 哎呀同個男友 搞不好是他妹 欸什麼 搞不好是男友的妹妹 欸男友妹妹我會不認識嗎 男友妹妹應該會認識吧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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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哩巴哩 我當下真的是嚇到講不出話 我重複看了好幾次 同名同姓非常難 因為男友的姓跟名都不是很普通的那一種 然後我也想起了前幾年 我們有一次聯絡的時候 他有提過他認識一個跟我同校同系的女生 那個時候他曾經說 欸也許我會跟他在一起喔 應該就是了吧 沒有想到這種宛如電視劇的情節發生在我燈火中 當下我先傳訊息告訴我媽跟我弟 因為我實在需要一個出口 不然我不知道如何平息這個震驚的情緒 他填他是緊急聯絡人 是結婚了嗎 男女朋友通常會填對方是緊急聯絡人嗎 緊急聯絡人的意思只是 當我發生事情的時候 請你第一個通知他 對啊我相信他是可以處理到處理好的人 那我以後都要寫你 畢竟我比蘇小姐盯金這樣子 他會先懷疑那個電話 然後拒接 說我嗎 蘇小姐 也是喔 這樣反而讓你沒有辦法得救 對啊 這個前男友喔 不是交往幾個月那種 他說我交往了快要十年 同居四年 論及婚嫁的那種前男友 我的家人朋友都對他很熟 所以就算我們分手至今也快十年 哇店長啊你幾歲啊 也快十年了 雖然不再有任何的感情糾葛 但是要我完全不驚訝 那也真的不可能 我做了幾個深呼吸 平復一下心情 等待幹部 教完他第一天該學習的事情後 跟他進行例行性的新人面談 講解一些工作規範 我真的是壓抑著情緒 假裝鎮定的說完 最後我就問他說 有沒有問題 我們彼此沉默了三十秒 他說 沒有 然後我們又沉默了三十秒 我決定還是開口問他 你知道我是誰嗎 什麼好兇喔 好兇喔 怕 我感覺他頓了一下 你是我男友不要的 欸 兇 兇 兇 我有聽他說過 那當下我決定坦然的面對 我對他說 知道就好 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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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他的口徑應該不是這樣 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了 我想如果你做這份工作 認真工作 私事的部分 不會影響我對你的態度喔 其實我當時很擔心他隔天就不來了 還好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已經上班一個禮拜了 我想他應該是有要繼續工作的吧 這封信被念叨的時候不知道情況會怎麼樣 前男友的現任女友是我的部署 他自己自己打的標題 他自己打的標題 可是我覺得跟前男友的分手方式 有關是不是 就是蠻有就你們為什麼分手對於這個 你面對他的情感跟你們今天相處的感覺 一定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 如果前男友是因為新的女友 而跟我分手的話 那肯定是沒有辦法放下仇恨的吧 但他都已經說他們事後聊天可以聊到時候 他認識一個新的人 可能會在一起 而且是分開十年應該不是因為這個女生 那如果呢前男友分手的方式呢 是社局騙我打分手炮 把我當肉便器 然後之後 然後之後 講那麼久然後就跟我講這個 狠狠的把我甩掉 就是我對男友還有恨的情況下 應該也是 對啊 因為他好好奇你對男友到底是殘留個 殘留的是正面多的惆悵情緒 還是負面的憤怒情緒 這幾天看這個小我九歲的女生 心情還是有些複雜 一來是他好年輕喔 嗯 媽的當男生真好 不管二十歲還四十歲 都還是個二十五歲的 不分男女 喔 女生你要吃小鮮肉也是可以吃的到的啊 嗯 二來有一種某個心結被打開的感覺 對於這個前男友我一直有些愧疚 欸 哎呦 反轉了反轉了喔 我是一直有些愧疚感的 當初分手的時候我很絕情 我一直都知道他難受了很久 前幾年我剛從外地調回高雄的時候 偶然在店裡遇到他 他的眼神依然很熱 甚至來店裡消費了好幾次 穿著我送他的衣服 背著我媽媽送他的包包 那個時候我都在想 他是不是還一個人站在原地 我在想他會不會還怨我 他有沒有覺得我欠他什麼 這幾年偶爾見到他的時候 我都會浮現一些罪惡感 但這幾天看到這個小女孩 我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知道他不是一個人 知道有人照顧他 我的罪惡感就沒那麼重了 如果這個女生一直留下來 有一天我們變熟了 我想我會跟他說 謝謝你的出息 喔 雞皮疙瘩啦 人生的際遇真的好神奇 長大了以後覺得 所有美好的結局也包含著兩不相欠 對吧 馬卡瑪麗如果有一個機會 可以問前男友前女友 現任男女友一個問題 你們會想問什麼呢 我馬上想到耶 真的假的 我馬上想到 他是不是現在 不是啊你前任那麼多 你是要問哪一任 我現在馬上浮現就是那一任 他現在是不是還是那樣有公主病呢 那我知道是哪一任啊 哇這個我真的想不到耶 是喔 對啊你要問什麼 這封信來自於2021 7月13號高雄的13號 斗內了100元 這邊有三張明信片連發 一封是來自於龍 他說去年三月中出現憂鬱輕症的我 這幾天自己又發現那個靜桃 慢慢的從心湖底浮上水面 我明明就有認清現實去給醫生看 也乖乖的服藥了 我現在開始覺得憂鬱是不是有周期啊 是的 我清楚這個病症 所以我會去醫院尋求醫療幫助 而不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很不知足的人 畢竟只要是生物就有可能會生病 更何況身體跟心理對吧 嗯沒錯 接下來這封信呢是來自於Fan 我現在人在巴黎 來找我在法國的朋友 他來法國交換一年 所以趁開學前一起找他 可是來的時候剛好遇到了武漢肺炎 也因為我去過Italy 回台灣後要隔離14天 那因為這個病毒在歐洲有人 因為我是亞洲人 坐地鐵的時候就不想跟我坐在一起 然後他當時那個時候在歐洲戴口罩 還是會被異樣眼光看待的 所以覺得有這種被排擠的感覺 希望念到這封信的時候肺炎已經結束了 那這個是巴黎聖土裡拜堂買的明信片 因為我們是教主教母 所以他特別挑了這一張 哇 寄給我們 謝謝你 第三張呢是第一次寫信的阿芳 第一次聽到你們是由我一個朋友的朋友 找我刺青的時候放給我聽的 我是一個刺青師 剛好從接觸你們到現在快三年了 謝謝他帶我入教 我想要跟板橋好面好的老闆說 謝謝你 希望有機會可以再幫你刺青囉 你們陪伴我平時在家 翹腳畫圖的各種時光 謝謝你們在疫情大家都辛苦的期間 線上也持續帶給我們快樂 然後他寄了一盒他的那個創作給我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 也歡迎大家可以搜尋他的IGA底線ZOOE 如果你的尺力夠高的話呢 可以像我們的刺青阿叔啊 他平常在幫人家刺青的時候 竟然還打電話call in進來跟我們聊天 我實在是無法了解 真的太瞎了啊 我無法了解我的刺青師父 就一邊在 瑪哈瑪莉亞 我很難理解耶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如果我是客人 我沒有辦法接受 對啊 或是有一些可能 美睫師 美甲師 你可以聽 聽已經是 我覺得在聽的時候 除非你要確保那個客人 真的也喜歡 或是髮廊 不然你在幫人家洗頭 自己想 這哪裡好笑 對 這個有可能會讓你的業績受到影響 所以刺青師有個特殊功利 就是他們不會 像以前小時候我們都會邊寫作一邊講電話 你會不知不覺寫出你在講的內容 我覺得會啊 所以我就說刺青怎麼辦到的啊 奇怪耶 我真的覺得會 除非他做的事情都是在上色的時候 你說 他就是要把那個填滿嗎 一直塗那個線嗎 對啊 你會不會反覆一直塗 一直塗那個線越來越粗 歌越來越深 因為我不會刺青 所以我不知道 他真的屌 說到了怎麼樣發現馬克信箱這個頻道的呢 28歲的單身男子 他是2021年重新回來聽的典友 最早我是在小熱唱的節目知道馬克信箱的 我一看到就很喜歡 可是那個時候我忘了先按訂閱 你各位啊 訂閱要按起來好不好 小鈴鐺要按起來 你才能參與我們這個新疑似的首播啊 才會通知啊 下班前就檢查公司煤台電腦我們都訂閱 一排給他訂過去 那因為沒有按訂閱呢 日子一忙 我們就消失在YouTube首頁上了 直到最近 有個朋友瘋狂向周遭推坑 我才猛然想起這個優質頻道 我立刻按下訂閱 立刻加入會員 在疫情期間有你們聲音陪伴真的好幸福 我是北漂來台北工作的公務員 已經兩個月沒有回台中了 在我放榜以後 媽媽就不斷用各種明示暗示 早日調回台中吧 但當初會選擇分發到台北 就是希望在中央機關工作 而中央機關都在北部 報到之後也確實是一份好職務 找到了房租便宜 上班走路只要10分鐘的房子 好不容易可以享受到各種意義上的自由 只是去年妹妹結婚 爸爸為了照顧住苗栗的奶奶 跟媽媽成為了假日夫妻 台中的家裡只剩媽媽一個人 再一年我就可以自由調單位了 但我不知道能否再有這麼適合自己的職務 也想要多些自由 馬克瑪莉可以給我建議嗎 這個孝順跟自我追尋當中啊 這最近也常常讓我很糾結 就是我一方面都會覺得說 我好像沒有 多陪爸媽 對對對 就算打個電話也好 或者是常常回家去看他們 但另外一方面又覺得 我自己的事情真的很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我沒有時間 你連丟貼圖都沒有嗎 你有沒有丟你自己的貼圖給他們 跟他們說You're awesome 我自己沒有買自己的貼圖 丟個貼圖也好啊 現在丟 現在丟他們啊 嗯 說什麼 就是 什麼 隨便啊 今天天氣很好啊 記得多喝水喔 晚餐吃了沒 有貼圖有這麼複雜的生活功能嗎 我要丟哪一個 我來選擇看喔 還是我直接就打剛剛的 你有什麼貼圖 我有什麼 就是 不用錢的 line那些 醜的啦 一些醜娃娃 醜字體 醜娃娃 醜字體我是不會下載的喔 那些還要加入人家好友 那我看你那些免錢的到底是怎樣 不醜 等一下喔 免錢又不醜真的是難選啊 我不會用耶 你自己用 你都喜歡用那個內建的臉耶 怎麼一排熊大 蠻桃人熊大 蠻桃人熊大 好 丟個哈囉 會不會太那個 哈囉 沒有你剛剛的 哈囉好像也是個起手式 對啊 哈囉沒有你剛剛說的就是喝水了嗎 的那種親切問候感啊 來來那你就打 打什麼 天氣熱記得多補充水分喔 紫玉關心寧 今天講自己的本名 好啦 加最後這個他們應該get不到 刪掉刪掉 發送 發送了 如果你最後問我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自私的選擇 自我追求 對 是的 馬克瑪莉喜歡你們經常天外飛來一句 跟超好的默契 也因為馬克我才知道 原來男生有這麼多奇異的想法 男生不奇異男生就是單細胞生物 原來有那麼多十八鏡的部分 怎樣你剛剛又說 我剛剛又不是yes了 對 男生就是這麼奇異 男生就是神經病 男生就是弱智 男生就是動物 爬蟲 我覺得馬力好像是馬克心向一股清流 把那些心三色的信件念的超爆笑 然後會阻止馬克繼續幻想 目前我已經成功讓五把五化掉 六位朋友加入 我都直接推齁 菊花堪比蓮花的東京極緣紀史 結果你推版不是推一些色的 奇怪了 剛剛說那個刺青師 就是聽節目可能讓客人困擾 我也不知道客人強制逆向是不是困擾 上週我霧媒的過程當中 我強迫逼我的霧媒師放馬克心向來聽 我覺得我自己好棒棒 你們也棒棒 不像一百元 讚 欸真的欸 譬如說現在就是搭車都可以選擇 我的選擇都是不要跟我交談 不要放音樂 但如果可以就是指定音樂的話 然後強迫司機 司機我要聽這個 他現在都一定會放啊 不是嗎 如果你要求要放什麼 他應該會放啊 對阿對阿 司機就覺得 這我頻道 這什麼東西 我 這個男生 我 我 我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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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要放喔 訂閱嗎 2021年的小仙女 我是新的馬姓粉 我從威廉愛鳥鳥天聽到的 很意外被你們頻率吸引唷 今天要分享一個內心過不去的事 想要借用教母教主的智慧獲得療癒 想要請問你們對於另外一半儀式感培養的方法 我不知道 我 我就是那個沒有儀式感的人 那你有感覺你被培養嗎 他 他好像沒有太管我耶 感謝 要很感謝 今年生日因為逢酒 不宜大肆慶祝 但是也認為至少可以跟另外一半至少吃個飯啊 不吃蛋糕不吹蠟燭沒關係 但好像還是太高估了 當天男友並沒有幫我祝賀 或是有任何一個跟生日有關的儀式 喔如果是你 你生日當天 你的儀式感只是只要生日慶生的話 這個標準很低啊 這個應該一般都要做的吧 那我哪要都做不到 只有和普通朋友一般的LINE祝福 我跟他的家人訂晚 真的假的 生日快樂喔 Happy 喔 跟他的家人訂晚餐也是匆匆隨意的Food Panda 那一天我心裡是有失望的 因為沒有被放在心上的感覺 事後我跟男友訴說我的心情跟想法 他表示是他迷信了沒考慮太多 所以就什麼也沒準備等等 哇 這個男人要小心啊 這一個男人要小心 為什麼 他反應很快 對 他可以瞬間可以講出這個謊話 我沒有講謊話 本來之前就有自己提過說 什麼逢就不能慶祝 我只是順從你的那個指令 然後還要這樣被反過來檢討 真的是檢討被害人喔 唉小仙女就這樣被糊弄過去了 我告訴自己應該要很開心 男友是為了我今年的運勢 他是替我顧慮 連個小禮物都沒有嘛 喔 嗯 而且生日就只是普通的一天 只有說不要大聲的過 但沒有說不能過啊 對啊 生日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用了七七四十九個安慰自己的理由 但我還是流下了不甘願的眼淚 好可憐喔 心裡過不去 那看似一個小事的小卡 請你們給我一點鼓勵吧 如果認同我就告訴我明年再好好規劃吧 會不會稱不到明年啊 如果覺得是我胡鬧了 那請溫柔的教訓我 沒有想要過一個生日這真的是一個很 基本的 很小很小的願望 我覺得這個不需要教訓你啊 嗯 雖然應該要yes and 但是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教訓你啊 我覺得你很好啊 抖內了五十元的小仙女拍拍 我是住在台北的妹 今天是我居家檢疫的最後一天 我來這學期要在米蘭交換 二月飛過去的時候 我還以為逃離疫區了 去到學校的Welcome Week 還因為我們是從台灣去的 被禁止參加學校活動 嗯 搞了不久我跟其他台灣朋友去威尼斯面具結完 然後義大利的疫情就突然失控了 每天醒來都被新的人數增加嚇到 面具結的活動也就終止 回到米蘭之後 大家討論說 蛤我們要不要取消這學期的交換回家 最後全部的人都回來了 哈哈哈哈 雖然很捨不得也因此賠了很多錢 因為房子的押金真的是貴到不行 在家了這陣子看到一些去了幾年的留學生 也在糾結要不要回台灣 真希望就是去年2020年3月的信 他也是希望念到信的時候 一切都已經平安 哎呀這個一年多過後啊 對於歐洲來說的確是平安了不少 他們的人數還是比我們多非常非常多 可是他們就是採取另外一種方式的集體免疫 就是年輕人 對對對年輕人你們要去clubbing是不是 年輕人你們要群聚 Go go for it去吧 年輕人們就得 得完以後就集體免疫 所以可怕是什麼 可怕是老年人 因為年輕人得了以後 他們治癒能力很快 他們不會占到太多的醫療系統 但是有慢性病跟老年人 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們如果在外面夜店完回家 翻翻船跟家裡長輩呢 對啊 所以他們有講說老年人的疫苗 真的是更加更加的重要 年輕人就是你們要去死 他們不會死 他們就是沒關係就開心這樣子 就像小感冒啦 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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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主時間 RR雷米妮推薦一個 舒壓快樂粉絲團 話雖如此 底線日子還是要過 畫圖的畫 衰弱的衰 裡面分享許多各種 比笨版更奇特的不幸運故事 身為當事者是很可憐 但旁觀者聽了真的會覺得 又荒謬又好笑 快來按讚追蹤笑一下啊 陰哥彭于彥加入救世主就會被唸到 女友是資深信徒 她8月14號生日 教主與大家幫我一起祝她生日快樂 感恩感恩 You're awesome We're awesome 欸對欸如果真的對方是資深教徒的話 用救世主的消套當作情人節禮物 雖然沒有實質的東西 如果她信仰虔誠的話 也許真的非常快樂喔 桃園凱凱各位點友好 現在雖然開放內用 但還是要戴好口罩做好防疫啊 我們都是濾過的水一起防疫 不要當防疫破口喔 台北的2730咖啡 8月祝大家平安健康 我們還是暫時不開放內用喔 謝謝點友的支持與愛護 愛你們 貓貓 天啊 天啊 瑪莉推的寶拉水洋酸真的太強了 屁股蛋變得超嫩 超嫩 正普 Pink Hoy的三角木工作室 專營不雕森林瓶 也接受客製化喔 可愛居家療癒小物 等你帶回家 線上體驗課程販售中 現場體驗 待疫情趨緩後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對了 輸入折扣碼Marsy2107 可以享有9折優惠喔 安德嘉品 不管外食還是自己下廚 總是被廚魚困擾不移 被迫跟蟑螂裹淫當室友嗎 快上網搜尋廚魚大師 解決廚魚造成的臭味與環境困擾 颱風來跟下大雨的日子 也不用擔心沒有垃圾車 不再被廚魚約束時間 生活好血液啊 粉絲團私訊我是點友另有優惠喔 炸雞大師 大師級的炸雞 三重徐匯店 報上點友另有優惠 還在為不停上升的髮際線 頭皮油頭皮屑煩惱嗎 髮基因來幫你解決你的頭皮困擾 讓你秀髮風吟看得見摸得著 立即搜尋髮基因 美 skull 輯秀 保護你 vousouse boucle điều té vu вп a 64 我不是典友 马克信箱也是今年才开始听的 我是潜水型的听众 我为什么想要写信 只是因为想要稍微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第一次抖内 勇敢的献出了第一次 请笑纳50元 我跟男友 我们刚在一起不到一个月 我呢是个不婚主义者 未来我也不想生小孩 我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严格来说呢是 有妈妈在身边的记忆非常的短暂 小时候我亲眼见证父母的分离 对于有爸爸有妈妈 这样完整且和谐的家庭画面 我没有什么印象 或者说潜意识要我淡忘 中间有好一段时间 跟爸爸跟弟弟度过了一段 我认为不会再有的快乐时光 直到爸爸交了新的女友 女友还带着一个女儿 在爸爸搬去跟他们住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心 也正在渐渐脱离原本信任 且心爱的爸爸 后来爸爸跟原先的那个女友分手 有了现在的老婆 我也多了一个相差将近20岁的弟弟 天哪 每每看到这夫妻两对孩子教育 我都不由得叹气 中间也一度有跟妈妈 断断续续的联系 知道她的各方面状况 其实都不太好 从小到现在 看着两个人各自的生活 让我实在对婚姻跟家庭 没有什么太美好的想象 所以不婚不生的信念 就这样根深蒂固的陪伴了我 二十几年的时间 而男友跟我的想法 南辕北辰 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对未来家庭的蓝图 他是那种理所当然的认为 我以后就是一个会有自己家庭的人啊 当时的我不以为意 因为那个时候是远距离 觉得跟他 哎反正也不可能啊 殊不知 命运就是这么的离奇 当我们再度重逢之后 才让我意识到 这个以后可能造成的问题 讨论的当下 我们粗浅的结论是 先放置这个问题吧 说不定未来几年的某一天 我或者是他 其中一方的想法会有所改变 可是我内心的第一个想法是 不可能 那如果过了好几年 我们两个人想法都没有变 怎么办 嗯 我也想过 与其这样跟时间赌 不如放手 让对方找到更适合的人 可是又会觉得 真的就该这样放弃吗 甚至会想 或许我该妥协吗 但我又很怕后悔啊 毕竟这样的决定非同小可 不是随随便便说要做就做的耶 如果是马克玛丽 你们会怎么做呢 如果今天遇到了一个对方 非常非常 他很激烈的 他很确定他就是要小孩的人 我应该会先评估 他在我心中 担不担得起妈妈这个角色 因为在 如果他的确好像为了当妈妈 他人生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迎接家庭 还有他的个性 就是他生活上面一些小细节 你是不是也有三个list 只要打勾 他只要达成那三个 就可以当妈妈这样 嗯 我应该要yes and 我要说是 但其实我真的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 这个 这个 这个练习怎么这么难啊 可能都会是一些平常的小事 比如说 你吃饭 会不会把东西吃干净 这种教养上面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本身就已经做不到 我就会觉得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未来 也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就会觉得 你不够格 然后另外会评估另外一半的原因 是因为我自己已经知道我不够格 就是我的情绪起伏实在是过大 你的分数已经是过低了 我的分数已经很低了 所以除非我另外一半是很高的分数 我才会觉得说 好我们可以有孩子 嗯 嗯 啊你咧 我好像是会先试试看谈起你恋爱那种 就先放置 就先放置 放置不理 因为我觉得好像 可是这个会成为你们一直吵架的源头 那当然如果一直吵架 那就没有办法 但是 因为我觉得可能观念这种东西 它是真的有可能会 改变 改变的 尤其他 他几岁我不知道 虽然说他的那个家庭背景 让他觉得他的观念 已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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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 那观念跟信念这中间 也是蛮难讲的啦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绝对不可能破的东西 嗯 在某一天 突然它破了 但的确信念这个东西 是比较难改变的 嗯 那个要被打破 是需要一些机缘的 嗯 日落呢 希望马克玛丽 可以用台语 跟我说一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然后祝马丽女生 也生日快乐哟 Thank you 哇你今天抽到的信 都是很新的信 马克玛丽 你们好 我是A 想要请问你们有 运动的习惯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 哼 我们今天两个废物 我在毕业后 没有体育课的日子 这六年 我攀我12公斤 哇 一开始 有试着做仰卧起坐 可过几个月发现 肚子用力的时候 肚脐上面有出现 微微四块肌肉的形状 肚脐下是一团肥肉 他们搞得好像 他们上下不是同一个身体 下腹本来就比较难练 那我又想过报名运动中心的有氧课程 但我又没有朋友 个性又有点怕神 所以我就提不起勇气去尝试 我曾经去合体骑脚踏车跟去游泳 可是可能这不是一开始就是我有兴趣的出发点 几次之后发现 哦真的好无聊 不喜欢 教主教母 你们那美妙的身材到底是怎么维持的呢 我身材不美妙啊 我身材很糟耶 很糟都很糟吗 我觉得很糟 你就是个普通人 直接说普通人也是一样令人难过啦 像大多数一样不好吗 就是烂啊 像大家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异 很差啊 很差 我们 我们的确不fit啊 如果你喜欢的是那种很fit很健康那种人 刘雨柔那种 我们就不是 我们就是一般人 会忌口吗 会 会吃宵夜吗 一个礼拜可能 也许你会有五天想吃宵夜的日子 但你就只能吃一天 你给自己一个礼拜一天 对啊 就星期一想吃 就觉得星期一你可以吃吗 星期一就吃 你后面可能趁会下去 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明天吃吧 好明天 明天我们来吃 明天超爽 到星期二 你不觉得你昨天没有吃 其实没有吃 下来醒过来 你的身体真的是比较舒服的状态 那个舒服感觉 你要抛弃吗 你要不然试一个玩玩看 不然我们再擦 其实你就是一直诱骗你自己的脑子 对啊 你就跟自己 跟自己谈判嘛 再在明天 然后一个礼拜 可能真的有一天 你撑不过去 你就吃那一天 你就是 也不是很严格的说 每一天都要跟自己抬杠这样子 那会不会有时候 就真的就撑过 一整个礼拜都没吃 有可能啊 因为你真的会着迷 因为我喜欢起床 肚子饿 我就要吃早餐的感觉 就神清气爽感 对 可是如果你吃宵夜 要嘛就是 你的胃子在蠕动 所以你早上是过度饥饿的 难受恶性 跟就是你真正吃很饱饱 饱饱给你早上还是一直 薄饱的 薄饱的 就是这都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所以我就要记得那个起床好的感觉 你想要那个感觉再出现的话 你就必须要这样做 最近妈妈的手机合约到起 续约后带了一个 Google智能音箱 跟智能灯泡回来 Alexa 超难发音耶 什么啦 Alexa 一定要这样念吗 应该是吧 不能嘿Google吗 嘿小G 我怎么记得 为什么记得就是要叫Alexa 这个发音太困难啦 这个太难了耶 Alexa 马克姓香 会的 药妆不会 Al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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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就有四个音耶 对啊 小困难耶 而且Alexa 那个舌头一直在维持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Alexa 笑屁 可爱 一开始用智能音箱 感觉蛮新奇的 但一阵子之后发现 不行不行 他跟Siri一样笨 而且收音的范围其实没有很远 如果他正在放音乐 你要下下个指令 基本上 要站在他旁边 不然你要像神经病一样 一直喊同一句指令 越喊越大声 越喊越大声 Alexa 然后他都没有听到 着魔了 最后这台功能 我用到的只剩下班进房间时 请他放音乐跟开关床边的台灯而已 偶尔会问他现在气温或是时间 智能灯泡用起来是蛮开心的啦 本来我家是没有适用的灯座 为了这个灯泡还特别跑去买了属于他的 但之后呢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颜色亮度 这两点真的非常的棒 也可以用手机app直接开关灯 等于是你换完手机就啪关灯水焦 嗯 请问马克有考虑过把YouTube马克信箱用年份分播放清单吗 有啊 现在有啦 哦 所以他写信的时候可能还没有 现在开始有2021马克信箱 嗯 之后会有2022马克信箱 付上10块钱 Dear 马克 玛丽 你们好 我是从广播时代就在收听的听众 我是O 英文字母的O 我今年19岁 洗脚水 刚结束人生中第一场认真谈过的恋情 我是女生 她也是 我们在去年盛夏相遇 还记得初遇的场景 台大的教室里 她坐在我右前方 一头棕色自然卷的她 我们极其幸运分到同一组 开始有了交集 我看出来她喜欢我后 主动牵起了她的手 女孩子的手 香香软软的 握着都怕让她生疼 我们都有精神疾病 虽然非重度 但强烈的情绪起伏 我怎么念这一段感觉很像在念那个 日本小说 不是啊不是啊那个 伤心咖啡店之歌的那种感觉 是哦 对啊 强烈的情绪起伏仍然剧烈着影响着我们的相处 若要以一个场景简短描述跟她相处的过程 大概就是某个晚上 我牵着她的手在火车月台上 很晚了 月台没有其他人 我盯着拉链一般仿佛正要开口说话的铁轨 问她 你想跳下去吗 她回我 想啊 这就是我跟她 什么啊 我好喜欢哦 我对她的迷恋 并未在我们数次结束恋情后终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融格心理学对亲密关系的看法 我们都将被拥有自己阴影面的人吸引 那个女孩就是我内在的阿尼姆斯 嗯 说说我失恋后都做了什么 你们知道的 人在脆弱时将变得特别迷信 我为了防止自己在算命上花太多冤枉钱 自己去学了塔罗 并开设一个IG账号 费用随喜 想帮助也正在迷惘的人 无法自度 只好度人 听了许多陌生人的感情经验 加上身边朋友最近感情状况也一个一个接着出了问题 我开始对于感情这件事 有些不一样的看法 我意外地发现 劈腿的人真的好多好多 那些在一起许久 看似稳定的情侣 实际上 暗地里早就已经出问题的 不生其数 距离分手 已经过了快三个月 我仍然对他要命的执着 我目前也在使用学校的资商资源 不知道何时才会好一些 希望疫情逐渐趋缓 一切都好 祝你们事事顺利 真的好像商心咖啡店是歌哦 在讲他们的那个吸引力的那个地方 马克玛丽第一次写信 我是少女鸟 我是超新鼎友 一边坐陶 一边听马克信箱 坐陶也是非常适合听马克信箱的呀 我突然好怀念全民大门国 虽然以前节目还在的时候 我也没有天天follow啊 可是会突然想起来 前几年我去伦敦打工度假 我去看那个舞台剧歌剧魅影 当他们开始出现 然后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之后 我跑出酒孔模仿飞翔 看剧的当下一次 人家在很认真 你在那边 之后 我又忍不住 我一直在YouTube看 任何酒孔在大闷锅的模仿 有机会你们可以看 他跟人嫌棋互换模仿那集 无敌好笑 我真的也很喜欢 艺人们笑场的片段 不知道马克玛丽 我也觉得在大闷锅系列 谁最好笑 可是我也不是一个 闷锅粉 对啊 我还是喜欢台歌啦 我还是喜欢有表演底气的人 不是随性乱搞瞎碰撞 我不是很喜欢瞎搞的那种 写到这边 我就突然想到一句 横哥摸一下是胸腔 横哥摸一下是副腔 我真的完全忘记 这是谁在模仿谁 可是看到这两句 我就会记得那个口气 好像是这样念 很可怕欸 横哥摸一下是胸腔 横哥摸一下是副腔 呵呵 这个洗脑太可怕了 对啊 今天的最后一封 你们好 我是新竹的玉元玉头鲜奶 最近看了一部超好看的剧 跟你们分享 是WBL系列永远的第一名 和第二名的逆袭 主角是林子宏跟杨宇腾 林子宏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喜欢的艺人 当得知他要演BL的时候 我完全无法接受 不是不接受BL 是无法接受曾经一个深爱的男人 喜欢另外一个男人 哈哈 剧嘛 戏剧啊 戏剧 拖了很久的看这部戏 发觉相见恨晚 看帅哥谈恋爱 是人生一大享受 戏离戏外的互动 都舔到不行 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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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完我对这部戏的喜爱 有一天欧马克去演BL 才是无法接受 我生理心理可能都无法接受 我可能没有办法按下播放键 但如果是小柔呢 如果我在BL里面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讲话呢 BL剧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男性的女性化角色 大家都是男性的男性 都还是男性男性 当然个性有强弱之分 可是那个弱不会弱到 他的肢体跟声音 对对对 顶多是比较瘦弱 就是他就是真的一个 很瘦的形象 然后就为什么要这样子 可是他的声音 还是一个男性的声音 我就是modern family 面的chem啊 我还是可以当就是 橄榄球美式足球教练 可是我有很多drama 所以有人请你演BL你演吗 给我钱我什么都做 张开 刚刚要剪掉吧 需要吗 需要 Sony应该觉得需要 为什么 他会剪掉的 我加一个B声 大家自行想象 拍了BL的马克 要张开哪里呢 哈 哈屁哈 赶快念完啦 大家听不到这么精彩的 大家都知道你要讲什么啦 是哦 以下开放留言 分享完对这部新戏的喜爱之后 再顺便帮黄伟静的新歌 好累 宣传一下 然后他付上了十块钱 哇 所以你应该是special粉吧 对不对 从 哦 搭的支线都去喜欢 对对对 我刚刚跟我弟吵了一架 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啊 那就是因为这样 我不敢跟其他人讲 只好跟你们说 我弟这几年 不知道怎么学坏 国二他 开口闭口都是脏话 我妈刚叫他去问 要不要出门吃饭 才刚进门 他又很凶的叫我 滚啦 我没吃午餐啊 肚子很饿啊 所以他定个时间 结果他一直叫我 滚啦 我有点生气 我就大力的关上他的门 走了两步以后 我听到他在骂说 敌人 败累 好夸张哦 我生气的打开他的房门 他又叫我 滚啦 但这次我没有走 我没有走 我就站在门口等他 你不会关门再开门哦 他起身 想要用门 把我押出房间 我用力抵抗 最后我怕受伤 就输了这场拉力赛 接着我妈告诉我 下礼拜要面试 不要为了这个受伤 我好气 好气 好气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我弟 总是用很难听 跟很令人厌恶的态度骂我 我爸妈就是叫我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然后我又想要指责 我的父母 不应该这样放任我弟 就这样一再轮回 还有一点就是 我每次生气 都还没开始骂人 我眼泪就先流了 马克知道为什么吗 这真的很困扰我 我才刚刚化好妆 就这样花了 你们给我一些建议 好不好啊 要怎么样治我 这个讨人厌的弟弟啊 过两天是大学面试 希望能够成为 玛丽的学妹 谢谢你们 弟弟有很多的快乐耶 对啊 对啊 ということで 这个怎么教训他 没有人理解他 除非你要跨出那步去理解它 可是你有可能在跨出那一步理解的时候 他又叫你滚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你要有超级大的包容心 撑过那个滚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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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滚滚滚滚滚... 滚到最后 他就觉得烦耶 到底要干嘛 可能就会这样 对对对对对 dadurch 至于那个先吵 要先哭 有时候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 incorrect了 就是很多人看到眼淚可能會心軟 如果你本來就是個很硬的人 你可能那個 哭屁啦 只會哭 沒用啦 跟這種人沒話好說啊 結束我再見 欸不是不是要YES AND 喔對 這就是YES AND 這就是YES AND 你辦到了 我在最後我辦到了 下禮拜繼續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